好 大家好 我是小燕姐 好 那今天呢 很高兴在这边 大家来到这边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讲狗狗的行为 那我很久没有跟大众讲话了 我应该说闷了很久 我刚才很多人问我 你会不会紧张 我想应该是很兴奋 在台后面呢 父亲也很兴奋 我也很兴奋 那我今天有带来我的小助教 也就是我的父亲 他在台后面 已经在这里好一阵子了 那我们请他出来一下好了 好 布丁呢 其实 因为他跟我在一起合作非常的久 等于我捡到他了以后呢 我才开始认识训练 才开始训练 那他今年大约九岁 那大家推算一下 你知道大概我学了训练多久 那也因为他以前或者学生都叫我布丁吗 在台后我刚好看到我的学生 那布丁呢 其实他今天有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请他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他扮演一只狗 正常的狗 所以等一下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们大家看 看他表演 狗很正常的行为 不要把他想成是训练师的狗 想得那么严格 因为通常只要是训练师牵出来的狗 大家都会想说 他到底为什么 他应该很乖 他一定不会叫 不是 他其实也是这样很调皮来的 所以我才会当训练师 好 那我们先请布丁回家了 布丁先请回去了 谢谢你 好 我们今天呢 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上礼拜呢 我想先问一下有我们参加过戴医师上礼拜讲座的举手 我看看好不好 很多人 好 上礼拜后来 谢谢你们帮你们补长一下 表现你们非常地 对自己的手 非常地好的用心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当下来讨论说 我们应该要多了解一些狗狗的行为 包含他发出的讯号 这样子呢 其实我们能够了解他想讲的话 你这样能够 对你自己狗的行为有更多的了解 千万不要想说 他就是很坏 因为他一定有什么原因 或者是其实 他在这个很坏的行为爆发之前 他其实已经告诉你说 我其实不舒服了 或者是我压力很大 那这个呢 我们都是可以用狗狗的讯号 来告诉大家 他们的开词 还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今天呢 主题是什么 请听狗的心理 这是我重要的点 那后面 你也可以是训练师 我家有很多人 会觉得训练师这个工作很好 很开心 像明天跟自己喜欢的狗在一起很好 我想偷偷问一下 想当训练师的举手 我看看好不好 不要爱说 好 好 手放下 好 那表示大家 并不是为了想当训练师而来 是为了自己的狗狗 能够更开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我帮大家带来的一些内容 好 在开始之前 我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出国的学生以外呢 可能大家对我会有点陌生 因为呢 我像大医师比较多 可能会讲错 我以前呢 定期都是有开课的 也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有我的课 但是现在呢 在宝宝与狗协会里面 我们是每天开课 跟训练师每天开课 所以我们没有对外开课 我也没有对外授课 好 那我是从日本丁狗毕业的 那在日本丁狗之前 其实我在 大家可能有听过了一个团体 台湾狗医生 有当过训练师 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我的夫宾呢 也当过狗医师很久 所以他其实对于小朋友跟老人呢 去服务治疗的经验也非常的足够 好 那么我们之后呢 还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小小的讲座 其实这些讲座呢 如果你要当训练师这条路 你必须要知道会很辛苦 因为台湾没有这样的资源 基本上我们要进修都是要往国外去 台湾基本上是很少的 好 那介绍完了 旁边这一只狗 我没有很念手的感觉 他不是代理师的狗 他是我们协会的马力 今天我用的图都是我们自己 协会里面狗狗的 包含是我自己狗的 然后你懂它吗 这个它呢是动物的它 就是我们想问大家 你懂自己的狗吗 我相信大家一定对自己的狗呢 的行为 或者为什么它会这样做 都包含了很大的疑问 所以会有一些宠物心灵 沟通师 比如说你来找我 不不不不吗 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可以告诉你 有我的眼睛 训练师的眼睛 观察出来的结果 大概是这样 好那 之前就有一位朋友 请他的朋友带狗来给我看 看了以后呢 他的朋友回去写在 跟我狗上面写说 他觉得我应该是有 跟他有心恋感应 跟他家狗的心恋感应 为什么 他家的狗 其实那一只比较不受宠 我也讲得出来 那他呢 平常在做什么 我也讲得出来 他说为什么你知道 其实这就是狗狗给我们的讯号 我只是派服他的讯号而已 我其实没有听到他在讲什么 好 那你懂他吗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那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家庭成员 也就是说我们的狗狗 他其实呢 行为呢 对我们来说 很多人会很在意 他到底做了什么 是不是一个乖狗狗 其实他们很自然的时候 是我最喜欢的 所以我的狗就捣蛋 然后反而觉得好可爱 为什么在那里捣蛋 好可爱 像布丁有时候呢 会去拿一张卫生纸来撕赖 其实没有什么 因为你收垃圾就好了 以前一开始我们会说 你为什么要要卫生纸 你好坏哦 好那这时候 如果你跟他抢 或者是你注意到了 马上叫他 布丁 你到底在干嘛 好这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狗 好爱卫生纸哦 有没有爱卫生纸的狗举手 我看看 很多 我一定有三分之一哦 好不要害羞没关系 我很喜欢跟观众互动 所以你们有问题举手 如果刚才问 咬卫生纸都没有人举手 那我可能就不会讲 咬卫生纸怎么解决 为什么他要咬卫生纸 卫生纸很可贵吗 没有 可是每一次呢 狗只要拿了卫生纸 主人都会怎么样 都会马上注意到他 那里有一只狗 正在咬卫生纸 可是其实他平常在那里 睡觉的时候呢 我们都什么都做自己的事情 没有人特别跑过去说 你好棒哦 你在睡觉你好厉害哦 会这样吗 不会 但是咬卫生纸呢 就会 主人就会说 嘿 你为什么咬卫生纸 布丁过来 好然后呢 狗呢就用咬卫生纸 开始了一段很好玩的游戏 什么游戏 你追我跑 他才咬了卫生纸以后就开始 看你有没有过来 嘿 主人过来赶快跑哦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怎么样 赶快追过去 不要跑不要跑 不要乱咬卫生纸 好追过去 这时候你家狗 其实心里就觉得 上当了 很好 他终于过来追我 好就开始跑跑跑 那主人通常都会说 不停吗 我抓到他的时候 有狠狠地修理他一顿 所以 他为什么还是会咬 其实你狠狠修理他一顿呢 他当下心想的不是说 我被打了我做错事 是觉得什么 这次跑得不够快 下次要跑快一点 才不会被主人抓到 所以你家的狗呢 下次拿到卫生纸的时候 就想什么 哪里有可以钻的 钻过去再跑起来 然后主人追不到好开心哦 在家里一直乱跑乱跑 那主人就越来越气 之后就会觉得 我的狗真是坏透了 拿到卫生纸 好 再来接下来的步骤呢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哎 好恶熟哦 但你抓到他的时候 就把他的嘴巴拉开 从他的嘴里拿出卫生纸来 对不对 好 下一次你家的狗就知道 这卫生纸真的很可贵 我主人一定要跟我抢 所以他一拿到卫生纸呢 看到你一看他 马上就把他吞下去 为什么 他很怕有人跟他抢 先吞下去 这个东西这么重要 放在我肚子里面 你总抢不到吧 所以呢 你家的狗以后就会有一只 一拿到卫生纸 就会把他吞下去的狗狗 那这个行为问题 从很久以前 可能就有一个萌芽了 从他呢 开始很乖的时候 你没有注意他 他坏的时候 你反而注意他 开始慢慢的也变成 他的行为走偏了 最后你就会说 我的狗好坏哦 一拿到卫生纸就吃 其实他只是为了怎么样 怕主人跟他抢 那我们来看看 他其实呢在外面玩的时候 都看起来好乖好快乐 有什么问题在这中间 好 我们先介绍一下狼跟狗的历史 这个呢 非常的无聊 我每次要讲 我都想说 在场的观众一定睡着 不要睡着 我今天准备了很多好礼物 这个大的事 这是我们家玩过的 这里呢 有个小松鼠 这是我今天要送的礼物 等一下呢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大家 因为我想确定 今天大家是不是真的有听课 有没有听进去 但是这松鼠 因为他三只住在一个洞里面呢 太不合理了 所以我要把它分开来送给大家 一个松鼠都有一个家 那他自己呢 还有一个树干 好 我们有中跟小 各一个 等一下会当做礼物送给人家 那你们可以想一下 这个怎么玩 这个是一只玩具 我很喜欢买一只玩具给狗玩 因为可以看到他们的洞 实在是非常可爱 这个松鼠呢 他会啵啵叫 他住在这个洞里面 通常呢 我们玩法就是放着 叫狗 我去把它拿出来 那我们协会的狗很多 都很聪明 几乎都会一个一个 把这些松鼠 从那洞里面拖出来玩 好 那这个呢 是我今天准备的 个人偷腰包准备的礼物哦 所以等一下呢 虽然很无聊 大家还是认真的听 这跟你的狗有关系 我们先讲一下狼与狗的历史 这上面图是狼还是狗 狗 狗 没错 大家很认真看 可以帮我灯暗一点吗 谢谢 好 这上面的图呢 是我们协会的宝贝狗 那他们呢 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已经没那么小知了 那这个是狗的图 有没有人知道狗的祖先是 是什么动物 狼 没错 大家果然是有了解过一些狗的历史 那我们呢 狗的祖先其实是狼 但是呢 在一万五千年前 其实就是他们有研究出来 是狼跟狗的分界点 为什么 在这之后呢 狗选择了跟人类居住 那时候游牧民族 这些狗呢 选择了跟这些游牧民族开始生活 所以 他们有户必关系 什么户必关系 游牧民族会把垃圾 不要吃的东西丢在外面 那这些狗呢 就怎么样 吃他们丢出来外面的东西 然后呢 这些狗呢 开始做保卫的工作 保卫这些食物 所以一旦有别的人 或者是别的动物 会靠近他们的时候 这些狗会怎么样 会发出声音来诸告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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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游牧民族说 有坏人来了 这些狗可以负责保护他们 所以他们的关系是互利的 那再来呢 这一万五千年前呢 这些狗呢 开始慢慢的演化 那会有很多人会繁殖不同的品种 那开始有不同的狗种出来 为了特殊的需求的特殊狗种 好 所以如果你养的狗 有狗种的话 请注意 他有他的狗种 一定有他的原因 请你去了解一下 他的狗种到底是做什么的 好 比如说 我们都会遇到了 哎 边境 有没有人养边境呢 有几位 好 手放下来 边境呢 在都市里面很常遇到的情况就是什么 追击车 好 还有呢 常常绕圈打转 这其实是牧羊犬 他们这个群种的特殊天性 但是我们不知道 埋怀以后就问出 干嘛每次你开心就一直在那边转啊 这是他的特殊天性啊 好 好 再来唱黄金猎犬 他们很高兴的时候 很喜欢咬的东西干嘛 呜呜呜呜呜呜呜 来找人家撒娇 好 或者是你叫他拿东西回来 他特别高兴 这也是他的天性 当他在咬东西回来的时候呢 他脑中呢 会分泌让他很快乐很兴奋的物质 所以让他 这个行为很常发生 好 那如果你的狗呢 没有很常咬东西回来 你可能可以看看 哎 为什么他不咬东西回来 有可能有特殊的情况 让他这个原本的基因改变 好 好 那这是狗跟狼的历史 那在这一万五千年前的演化呢 其实狗因为他要怎么样 要习惯人类的生活 所以他们应该天性都是要 依附在人类的生活里面的 但是我们常常变成什么 我们去依附狗的生活 所以你的狗呢 会特别的创造出一些特殊 跟狗不太一样的情况的行为 好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来看一下 哎 这到底为什么会这样